大家好 有一段时间就懒了,所以就没录到 今天就看个标题都看到了 昨天2015年6月10日,新沙士而云 所以今天默默香港股市漫步就一定要说这个 因为昨天突然下午我也吓得很远 其实今次新沙士,基本上 因为我也经历过上一次030的沙士 基本上就没想过香港会出现新沙士的个案 昨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青衣城的例子 也算是超出预算之内 那我们先说一下 看完那一幕大家很清楚 其实5月如果大家可以有时间看我写的blog 第一页有网址 第一页有网址 由5月16日开始 其实港股已经弱了 上面的图图是上证的 下面的图是港股的行指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月的图图 很明显可以看到 5月16日后 经过一个调整 a股仍然不 cycler 而港股美计程维确定只大ل filtering 而港股也好 只不足地 VC7 再次都 ze moment 撿过去年 这个指数来说是相当大的 我自己看恒指在过去的三星期下跌的原因 基本上有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长和和长地的重组 因为他们占的指数成群股都有一定的比例 除了第一天之外,不断下跌 下跌我估计是接近一个星期 特别是这个长和由120多元一直跌到差不多110元 长地也是一样 到今天才是因为超人增持有点反弹 我不说这个原因,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 而是一个其中跌市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很简单,香港有很多外资 所以他们会沽空去赚钱 A股比较少,和阿爷很厉害沽空 所以A股很容易受到情绪而走回上升的轨道 第三就是刚才提到A股的大涨小回 港股的不是大涨小回,那股真的跌了5% 但我们来看看刚才的图 其实港股的升势是没有失落的 大家可以在Google里看两个月三回的图 它的升势是没有失落的 昨天突然下午出现青衣城卓健疑似新沙斯个案 本来上午还有一点补充盘 马上一插就插了五百多点 幸好今天早上证明昨天的 是陈性反应的,那16个个案 才叫做今天起立定资 相信因为沽了这么久,也有很多盘要报创 但为什么我写今天这个主题呢 这个主题今天没有分析股票 但我觉得有几件事真的要注意 第一件事,不可以百分百肯定 现在香港是不会有新沙士 如果真的outbreak的话 就像南韩那样 那些2000多点是有可能的 大家不会以为没有 很明显零售股 收租地产股 小人来,小人逛街,饮食,那些 大家昨天可以看到 连这个大快活都被人打了五号座 有没有今天立即升上升 所以大家要有准备 如果真的看到这个势不对 开始有真的确诊的个案 有一些实力较差的股票 我觉得你应该要马上套现 第一,保留一些实力 第二,到时可以用劳弟用 因为沙士会过去,他不会永远存在 他最多都是一年,最多都是几个月而已 到时那只股票 可能跌就跌得一两千点 但某一两只股票跌得残到 就是残到你不游戏也不可以 那些中流会有一个强劲的升幅 第二,我并不觉得即使这次新沙士爆发 跟2003年一定完全不同 因为当时是香港是孤儿仔 我最记得我和朋友在那里聊天的时候 当时说是浪费的不要看 港股只有百五亿成一粒看你干什么 但今天已经跟十二年前完全不同 香港金融、楼市、经济都有国内十几亿同胞 会跌 不过不会像当时那样 跌到几千 跌低了一万点 或者楼市跌了七成 我觉得不会出现 但其实反围出现是好事 因为会让香港和国内的股市稍微回调一下 其实我的心腹大患就是A股 A股跌 港股一定跌 如果A股跌 那些钱一定会回调 他不想的 大家想想 如果港股由现在 我们不要说二千五亿那些这么夸张 千四亿 跌回来以前正常的五六百亿成交 你猜市会如何 我想那时候 我假设去到三万五点 怎样都跌回来两万点 那时候 如果你没有预留钱捞底 那你又会错过另一个几年 基本上我觉得 牛市三期的爆煲现象 已经出现了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雷曼 简单说句 狂抽水 发生股 配股集资 全部出现了 无论A股港股 第二 世价股和雀乱碑 好像汉能莫莫 高银地产 还爆煲 爆煲也不知为什么 国内已经有很多例子 爆到创月板 基本上两融已经不借钱 为什么两融不借钱 很简单 因为到时你给股票也没用 它现在升到10元 到时跌回5毛1元 那你给它 它将股票卖了 都抵不回你的利息 那大家已经要开始小心 第三 就是我 很多年的朋友跟我说 真的给它说 那二十多岁的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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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因为是天下无敌的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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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还告诉你 现在你的年轻那么大 大家就知道 zamanese 大家可以每天赚钱 6,000美金 沙士那些是因为昨天才出现 为什么呢?是没有解释的 这些是因为后面有一群人 把钱涌进来,再走出去 完全是人为的资金事 与业绩和经济是无关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港股不是很高就不管 是A股爆了,就关我什么事 A股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我觉得如果A股上到5,500 现在5,100多 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要减持 不要看后面我升到8,000点那些 那些不是你资金 我觉得5,500开始减持 5,800,6,000多,6,500 另外那千多人怎么由他们去算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看过以故邓宝队不着事一本书 他整本书里面这句话是我最深刻的 其他那些你不看都可以的 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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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出现的形式有点不同 他出现的形态不同 但是今次的结果都没有分别 都没有不同 所以大家真的要谈记 不要太贪心 这一集我总结了我对港股和A股的意见 很快我会分析 0242信德集团和0717王龙 希望大家留意 今天和大家说更多 拜拜